今天我邀請來的朋友是Maggie 張可兒 2006年Maggie因為患上甲狀腺炎而停工兩年 面對健康和事業的突變 她如何度過這個難關呢? 最近有傳她和認識三個月的金融才子 將會閃電結婚 這位曾先生會不會是Maggie最終的感情歸宿呢? 乾杯 約了你吃飯很久了 終於有機會和你開飯局了 是啊 是的 兩次 兩次都不知道什麼事 第一次是港南遇到港南主持的時候 但真的沒有見到你很久了 第一樣最關心的就是你的病情 你那個叫做什麼? 甲狀腺抗憤病 俗稱甲狀 甲狀 你現在對於這種病很清楚 我想兩年裡面病了這麼久了 我真的自己檢查過很多這方面的醫療報告 全球的如何去治療病 我都看了很多 在網上 所以也有相當的了解 你怎樣發現自己有這個病的呢? 初初有什麼跡象? 其實當初有這個病的時候真的不覺得 我真的發覺很多都市人患了這個病 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通常都市人步伐很急速 做事會很急 然後有時候情緒會很暴躁 脾氣會好嗎? 你會覺得我是正常的 因為我是都市人 我當然要快的 但其實已經是病的初期 其中一種徵象就是暴躁 會的 什麼都要做得快 什麼都要做得快 很容易悶躁 為什麼這樣? 一天24小時永遠都不夠用 其實已經是一個先兆 而且心跳會快 還有什麼病徵? 有什麼病徵? 初期來說都是這些病徵 而且不用睡覺的 吃什麼都很精神的 吃什麼都不肥的 那你不是初初以為撿到了嗎? 撿到了 我也是我天生泥質 不停吃 睡覺前做個杯麵 但後來發現原來真的 所有這些症狀全部都中了 是這個病 後來是不是開始發覺 開始腫了? 其實不是 我有這個病的時候不是腫的 反而是我開始認識他看醫生的時候 我開始服藥 去壓抑這個病的時候 身體就出現了排斥 就出現了腫的情況 初初沒有腫的? 沒有的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要看醫生? 你覺得很開心 適合又不肥? 其實那時候我就 真的沒有發覺這件事 直到我和媽媽去喝茶的時候 她說為什麼你的頸子有點腫 我說沒事的 可能扁圖線 即是不夠睡 熱氣而已 那就沒有理會她 那麼久而久之 過了兩個星期 不如我去洗澡的時候照鏡 不是的 真的有種種的 接著就認識她看醫生 驗血 驗血出來的報告一看到 咦? 是的,甲礦 你中了 醫生說這樣 醫生解釋甲礦給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擔心 有沒有害怕?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只是小病一則 我醫生怎麼治這個病 吃藥 吃藥可以了 吃多久呢? 年半左右 年半左右沒問題 回家了 我覺得這個病是完全是一個 很多人都有的 只要吃藥就好了 回到家之後 吃藥 我想大概吃了一個月左右 肥了一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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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醫生問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病 其實這個病很複雜 我也很難 三年兩月跟你說 我說這樣不能做事 你沒有跟我說 我假裝這個人不准做事 但我這樣怎麼辦呢? 他說 不用怕 你保持心情開朗就可以了 我說 怎樣保持心情開朗 很害怕 後來就知道 原來這個病 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因為短則是一年半 如果是嚴重的話 可以跟你十幾年 甚至乎一輩子都會 我才開始發覺 原來這個病 是一個很重的病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病 你吃的藥就開始肥了 沒有吃東西都開始肥了 但我一定要吃 因為當時的心臟跳得很快 我比一般人快很多 醫生就說 你不吃藥的話 你不想腫的話都沒辦法 因為你想不想保住這條命仔 我唯有是吃著西藥 慢慢找中醫 當時你有沒有做任何拍攝的工作 當時患病初期 剛剛接了公司一部 是做《餃子皇后》 一部這樣的劇 都快開鏡儀式 不是開鏡儀式 而是 PressCon都做了 後來之後發覺 我正在吃藥的時候 身體真的開始出現變化 我就知道我不行了 我做不到了 唯有跟監製說 那就請辭了 沒有做 所以知道了這個病之後 你是沒有做過任何的工作 我完全全面停了 是的 那你後來終於怎樣找到方法 去醫治病 你已經好了嗎 其實我已經算好了 我沒有吃藥 都已經有年多了 怎樣發現 怎樣治好這個病 其實這個旅程也很長 這個旅程也很長 因為我從初不認識這個病 覺得是一件很小事 發覺原來不是 接著吃西藥 身體開始排斥 接著之後就上網看 醫藥報告 可以怎樣治這個病 原來真的不是那麼多人 可以治得到 可以斷尾的 很多人會復發的 接著之後西藥不行 因為人會腫 接著試中藥 中醫我試了很多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有試過氣功 有試過針灸 刺一條頸 好像上班一樣 兩點鐘去這裏 四點鐘去這裏 五點鐘去這裏 每天都是這樣說 其實都不太有氣息 我一頭一年 直至到後來 我一直吃中藥 接著就遇到我的氣功師傅 傷管齊下地 我病病就康復了 這個氣功師傅 有一次和我妹妹聊天 大家同事說 為何姐姐這麼冷 叫你拍戲 台庭又不叫她出來 究竟現在病病 我妹妹說 現在都在治療 她說 不如這樣吧 我認識氣功師傅 你叫你姐姐來看看她 或者會有希望 初初我都不抱很大的希望 因為我試了太多 實在有點疲累 那我就覺得 唉 不試了 我推了很多次 我說不去 我妹妹都很堅持 她說你來吧 後來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間 我就很早起身 我妹妹來的時候 我說那好吧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就要見她 氣功師傅很遠 那我就找到她 那就開始幫我醫 大概是半年左右 就已經有起色了 那大約醫到頭尾 是一年時間左右 我就完全康復了 氣功師傅怎樣醫法的 其實我做病人的 我真的沒什麼做 我去到見到師傅這樣 他就可能是 按住我一個病的地方 這樣去醫 完全不用吃藥的 我初時一直還有一些中藥 扔著的 後來到後期的時候 我可以不吃了 接著我就 再不吃 接著到沒多久 我就真的很神蹟地 我是康復了 那你現在完全不需要吃藥 不需要 還要不需要看氣功呢 氣功師傅 我現在不是醫我的病 反而是保養我自己的內臟 調理我自己的身軀 那多密要去一次 多久就是一個星期一次 你有沒有擔心過 當你身軀變的時候 糟了糟了 我張可兒可能變成一個很肥很肥的人 周身總長 以後都不能出來見人 我覺得人真的很奇怪 有時候 當你 當你 我個人 當你很平常 應該是很平淡 不需要緊張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那些人 應該很緊張的時候 我個人都很冷靜 就好像那時候 譬如說身形變成大了兩個size 那時候 我也很害怕 所作我很害怕 我真的要很積極地 很正面地去面對這個病 我應該去怎樣 首先調好自己的心態 如果你的心有病 其實很多病原 都是你的心態出現問題 才會影響到你整個身體 我開始就看很多宗教書籍 心靈的書籍 慢慢去調教自己整個人 將自己變得正面一點 正能量多一點 慢慢去調教自己 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你信了基督教 是的 我在我八病期間 很多朋友 教友朋友 他介紹了基督 這個宗教給我認識 我就認識了這個宗教 然後我就沒有多少天洗禮 我就要基督徒 是不是圈中的朋友介紹 不是 又是圈外的朋友 又是圈外的朋友 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很感謝他 在這差不多兩年期間 你沒有做到事情 你做了些什麼 就是這樣每天第一次 是的 跟這個病戰鬥 其實我也很積極做運動 那一陣子 生活很正常 以前譬如說 在TVB很牢狠地拍劇的時候 以前做不到的很多事情 我嘗試在那兩年裏面 盡量去抽時間 給自己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看書 寫東西 去探朋友 旅行 盡量希望把自己的心態 很放鬆 很開心地去過每一天 是的 那陪著你過這兩年 有哪些人給你的力量支持最大 無可否認家人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那這段期間有很多我自己的 一些圈外的朋友 我的朋友全部都是 十年以上的 有些讀書 有些是讀書 認識的 有些是剛剛讀書出來認識的朋友 直到現在你有維繫 他們都會很支持我 經常都說 你不要留在香港 香港 你會很大壓力的 你來我那裡住 我大阪那間屋幾千呎 你來住 很開心 他們那些時間 雖然是開玩笑息 跟我聊天 但其實他們都在支持我 即是你的海外的朋友 海外的朋友 你去哪些地方住了最久 澳洲和紐西蘭這兩個地方 住了最久 那裡環境很好 那裡環境很空氣很好 澳洲在哪裡 澳洲 是Melbourne 是Melbourne 新西蘭就是奧克林 是的 就是自己去 我自己去 單身去 揹著一個夾一個背囊 那我打算去那裡也不是短期的 都是希望在那裡住一下 感覺一下外國的生活 就是把整個生活模式改變一下 那在外國你怎麼都放鬆很多 那你的戲公司是外國還是香港的 中國人來的 在香港人 在香港的 那你變成旅元行回來又再看 看完之後進去 其實基本上那段時間 我還沒遇到戲公司 就是之前的 這個病的尾期才遇到我戲公司 即是那時候還是 胖了很多 還不知道怎樣醫治的時候 拿著藥去外國 是的 那時候是背著中藥去 澳洲還入不到境 是的 澳洲和紐西走得很難入 然後後來我拿一張 我的病歷子 跟他說了很久 後來才讓我拿進去 我只求他 我真的沒有藥 我會死的 然後那個 移民也很好 讓我破例 我想破例 讓我進去 你除了玩這個 甲礦之外 精神也有抑鬱 經常哭 又不睡覺 那你有沒有看過精神科醫生 你覺不覺得很巧合 你又是拍長恨歌 鄭秀文一天是拍長恨歌 你又受到精神上的壓力 他似乎也是 你有沒有跟他溝通過呢 我看過一些報道 那個時期你除了患甲礦之外 精神也有抑鬱 有心情也不好 這是病的初期 這是最開頭的時候 是初期的時候 是否真的有抑鬱症 我相信所有患抑鬱症的人 初期他們不覺得自己是有病的 可能是身邊的朋友告訴你 甚至乎你自己做一些行為 舉動開了八角 為何會這樣 我發病的初期的時候 是挺不開心的 因為當時是剛剛在拍長恨歌 在上海 剛好那隻小狗病得很辛苦 我工人打給我 很緊張地 他說小姐你快點回來 Frankie等不了 Frankie就是你的小狗 我的小狗 當時我知道 我一回香港 整隊Crew在上海 就必須要停 是挺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很害怕 一邊拍戲的時候 一邊擔心 再加上可能我第一次去國內拍一部電影 用國語來講 在工作上其實已經很大壓力 再加上這些問題 那段時間開始有抑鬱病 那時候和我的角色有挺混淆的 那個時期有挺吻合 又挺混淆的 所以當時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抑鬱症 後來哪個令你發現你有這個病 直至到 幸好我真的拍完之後 我的小狗才等到我回去 見到我一面 然後才離開 那段時間是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很傷心 因為他16歲 一個家庭成員一樣 好像一個兒子一樣 經常哭 又不睡覺 根本不需要睡覺 那時候都覺得自己 因為你的甲礦已經是 已經是 你那段時間覺得自己是正常的 因為我傷心 所以我說不睡覺 睡不到 吃不到東西 我不會肥 那就沒有發覺 就這樣慢慢慢慢的 一個trigger 這樣出來了 那你有沒有看過精神載醫生 那我沒有 但自己又康復了 因為醫好甲礦之後 就隨之康復了 抑骨病是導致我這個病出來的 那我小狗過了身 過了大約幾個月時間 我就沒有那麼辛苦 那個人的情緒就沒有那麼辛苦 基本上我都沒有理到自己的情緒 但反而是把所有的力量去了 找怎樣去治這個病 你這隻狗養了16年 16年很深厚感情 很深厚 一路接著你 真的很深厚 現在說起都會很不開心 很痛的 心裡 你有沒有跟牠一起睡 有 跳上床上 有 是 牠是因為很老 離開 牠是自然走的 是的 因為有些醫生 牠病的時候 要把牠打針打死牠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實我的狗也是這樣去的 爭殺了很久 我記得那時候醫生跟我說 如果你的狗仔開始不吃東西的話 代表牠不想再活下去了 我說醫生不是 牠吃很多東西 牠吃很多東西 為什麼自己騙自己 吃很多東西 到最後的時候 我發現牠真的很辛苦 牠走不到 開始有大小便的失禁 如果我是牠的話 我感覺到那種的傷害 和那種自尊 沒有了自尊的感覺 我知道一定要送牠走 當我記得那時候 我拿了一個日曆 開始要標示時間 選擇日子的時候 我兩學眼淚是不停地流 直接不看 自己欺騙自己 不選擇 那段日子 我覺得牠很辛苦 牠辛苦等於我辛苦 我比牠更辛苦 我又拿了一個日曆出來 又要選擇日子 又兩學眼淚不停地流 然後我工人就跟我說 小姐 你要做你的心思 你不要再這樣 因為牠也很辛苦 我知道你也很辛苦 那終於拾了一天出來 就開始打電話給 我很想做狗衣 就叫牠來 就跟牠打針 這樣送牠走 那打針的時候 你在牠的房間 我抱著牠 我抱著牠 即是前一晚我都陪牠睡 我陪牠睡 跟牠聊了很多 嘩 不要說了 說我現在 那你現在把牠安放在哪裡 牠是火葬的 就是火葬 那 那我放在海裡 是的 那你真的很疼牠 是的 是的 那你有沒有找回另一隻狗衣 沒有這樣的勇氣 沒有這樣的勇氣 我覺得生離死別 生死是一個很自然定律的東西 不過最難過的就是有感情在裡面 共生離死別的感覺是挺相同的 先給你介紹一下 你這一份是煎拖羅薄切 我這一份就是日式素麵半蘿蔔 這份是蘿蔔 蘿蔔 蘿蔔 嗯 我覺得很新鮮 你覺不覺得很巧合 嗯 你也是拍長恨歌 飾演王奇遙 電視版 嗯 那鄭秀文也是拍長恨歌 嗯 又是飾演王奇遙 大家拍完這套之後呢 都要放一段長假期 你就受到精神上的壓力 嗯 根據他的報道 嗯 你有沒有跟他溝通過呢 其實我跟他親身接觸就沒有 真的沒有 不過透過很多記者朋友 都聽到他的緊況 當然我聽到也很不開心 就是如果他有些 情緒上的困擾 或者是一些心結 那樣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些是很過人的 我想每個人都有他的低潮和高潮 還有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時間去沉澱自己 因為要懂得停 你才可以走得更遠 就是我相信 這麼巧 這麼巧 我跟他這麼巧 在這個時候都很想停一停 下來想一下 啊 日後應該 那條路怎麼走呢 或者是 嗯 可能說我自己 就這麼巧 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令自己很不開心 所以加上這個病 我要去面對 所以就一定要停 是的 會不會跟王奇遙的角色有些關係 是的 我覺得其實我從來沒有想歸咎於這個角色 沒有關係 嗯 是的 不過有這麼巧 不過有比較戲劇性 我覺得如果這樣能播出的話 很戲劇性 大家都因為那件事 大家都因為這樣 而是找到一個宗教 信了一個宗教 是 是 整條路的感覺很像 我覺得好像神的安排 是不是這樣呢 當你要是在一個人生的低潮裡面 你才可以感覺到神的存在 當你是 那樣東西都很清心滿意的時候 哇 你會飄飄鹽 覺得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當你低潮的時候 才是一個最佳的時候 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最 最需要補救 和修正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我剛巧 神就給我這麼安排我 認識了宗教這件事 也是我最大的得著 英國那兩年的休息 你回來了 你喜歡再投入工作嗎 我每一個工作都很投入 是的 不過我病完之後 我反而覺得自己 沒有以前那麼緊張 對這件事 當然以前會覺得 我拍戲要獲獎 我要拍電影出來 我收視要多少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行的 那些都拿得很緊 反而現在我病完出來 我會覺得 什麼都是假 我想最緊要保持我自己的健康 因為我真的試過沒有了這件事 我現在失而復得 我知道這件事是多寶貴 就是每個人都很想拍到劇 可以獲獎 拍好劇等那樣東西 但是現在在我這個階段 我已經不是擺到最先 名利的東西不是擺到最先 會不會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你打算拍劇 太辛苦了 先做主持 其實主持這個帖 我經常都很想試 是的 剛好 更上一層樓 剛好高星台做 何先生又找我去做主持 我覺得這個過程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主持 我由零的經驗 開始慢慢摸索 撞了很多次板 連對著鏡頭也不懂得笑 然後對著鏡頭的對白 記得看鏡頭也不記得對白 因為不習慣跟機器說話 完全由零開始 到現在我不是很厲害 但是起碼我會對著鏡頭 會寬容 自然 不會這麼困緊 我覺得已經是很大的得著 不過你第一個主持 不是更上一層樓 應該是2007年的香港先生選舉 那時有Doo姐旁邊也不一樣 還有海敏在旁邊 我們三人一起做主持 那時我的鏡頭很疼 那時是我剛好病院出來 好像是第一個工作 很害怕 跟Doo姐做有什麼感覺 怎麼說呢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Doo姐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你有沒有撞板呢 第一次 他救了我很多次 Doo姐救了我很多次 真的救了我很多次 我幾次都發台瘟 Live的時候很害怕 當Floor Manager說 5、4、3、2 死 Bling了腦子 沒有了東西 我在香港都說一條手衫 Doo姐我忘記說什麼 2、1、0 說話了 Doo姐說了我那個 幫我講了我自己 我需要講的東西 接著我就回來了 我心定了 我在Doo姐的隔壁 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Doo姐都還沒來給我反應 因為我拋了她的手衫 Doo姐我忘記說什麼 她已經說了我一句 事前那事派 那個經驗是我很難忘 那有沒有罵你 沒有 沒有 我做足本分 是 做足本分 不過是現場的時候 不記得 真的太緊張 我覺得Doo姐是一個很 怎樣說 她是一個很 很講 原則的人 她會看到你有沒有努力 還是沒有努力 你是努力 記得嗎 你根本努力也沒有努力過 你不記得是應該的 她就一定要罵這種人 我想她看到我也有努力 所以我覺得我挺幸運 再做更上一層樓 應該要移很多 不是現場節目 我覺得更上一層樓 是另外一件事 更上一層樓 是比較優閒一點 你又要自己solo 去present一件事出來 介紹給觀眾 你自己的氣定神壇 說話的高低快慢 對著鏡頭的寬容 眼神 你知道我都摸了很久 很多個月 我才慢慢學到 這些東西 是啊 那你有沒有做過班 當然有 經常吃螺絲 經常吃螺絲 經常講現場 你對那間樓的感覺 就是 腦子有那個感覺 但嘴巴也講不出來 經常都NG 對 我都是這樣過來 慢慢地過來 金融界的財資 曾安邦先生 是不是真的在更上一層樓認識 有傳聞說曾先生 二次追求了你三個月之後 直接向你提出訂婚 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覺得是正常交往 亦希望可以給我們空間